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小锦鱼 演播摩仙 摩尼 第一千一百八十六章 直戒者 逃 罗子红转身就逃 再不敢迟疑 他一直立在战场边缘 此刻逃顿时穷尽一切底牌 可仅仅刹那 嗯 罗子红的身影撞在一堵空间墙壁上 这一堵空间墙壁都轰然崩碎 罗子红这才意识到 苏语之前并未撒谎 这附近天地间覆盖着一座空间进阵 为的就是防止他们这些人逃顿 开 罗子红抡起白骨大弓 直接朝前方砸去 砰砰砰 他一路锁过 一堵又一堵空间墙壁爆碎 强势无匹 可孟长云不忍目睹 满脸怜悯和同情 他想起了自己刚才的遭遇 果然 虚于剑而已 一路摧枯拉朽的罗子红 就重新出现在了那荣江大湖之盼 这 罗子红经的眼珠都差点掉下来 颠倒阴阳 逆乱空间 他明白了 可惜却明白地慢了一步 当他的身影出现 一道剑气迎面而至 咔嚓 白骨大弓断裂 剑气无坚不摧 将罗子红也斩杀当场 至此 四位借王静存在接运 若你们再坚持战斗一回 我也不至于这么快下死守 远处 苏一轻雨 微微摇头 他一身契机澎湃 道光征腾 历经这样一场颤抖 长光把他一身前能兜激发 修为都隐隐有趋于大圆满地步的迹象 恭喜苏大人乞丐得胜 诸灭群敌 远处 孟长云王不迭冲过来 拱手贺起 那满脸的震撼和敬畏 倒并非伪装 之前 你若和他们一起动手 或许更有些意思 苏一说道 孟长云浑身发僵 心中发虚 他之前藏匿在暗中的时候 的确冒出过这样的念头 但很快就被他扼杀在心中 再不敢多想 苏大人 小老 孟长云张嘴要说什么 苏一白手制止 吩咐道 去收拾战利品 他收起三寸天心 来到那荣江大湖之盼 开始打坐静修 这一战谈不上激烈 但战斗中的压迫和魔力 让他的修为已拥有蜕变的迹象 此时最需要的就是趁此机会 进一步将这种蜕变推进下去 不远处 孟长云手脚利索地开始搜集战利品 不知道的 恐怕会下意识把孟长云这位剑王当作 是侍奉在苏伊身旁的一位中仆 恩 忽地 孟长云察觉到 通灵金简发光 浮现出莫容山传出的字迹 诸位 战况如何 可曾得手 孟长云暗叹 这就叫傻人有傻伏马 他抬头看了一眼远处正在修炼的苏伊 最终什么也没做 他不可能好心去提醒莫容山不来 也断不会把刚才的战况说出去 什么都不做 自然也就不会犯错 为何没人说话 该不会 你们想独吞轮回之秘吧 罗兄 通灵金简内 时不时蹦出莫容山的消息 他妈的 到现在还惦念轮回之秘 真恨不得把你这老东西也引诱过来 让你也见识见识 灌注大人的见到风采 孟长云暗自嘀咕 一片灰暗的荒凉天地间 莫容山立在一座古老的庙宇前 庙宇早已贪痞 荒草慢生 肯定出状况了 莫容山神色阴晴不定 他怀疑要么是罗子虹等人遭难了 要么就是他们已经得手 正在瓜分轮回之秘 而把自己给摒弃 究竟是哪种情况 莫容山拿捏不准 可最终 他一咬牙 转身来到庙宇前 前辈 我愿拿一则精神密文 来唤取您的认可 莫容山起手剑里 神色装束前程 一则密文 呵 你觉得 我会对这些感兴趣 庙宇内 传出一道淡漠的声音 莫容山道 这则密文 和轮回有关 庙宇内 蒙得传出一阵剧烈的 真颤轰鸣声 似某种封印力量被打开 一股恐怖射人的气息 随之从庙宇内传出 天地骤然暗淡 尸方云层染上诡异的血色 一缕缕如若实质的杀鸡 在虚空中悄然弥漫 而后 就见庙宇大门中 走出一道身影 这是一个容貌如青年的男子 衣冠胜雪 眉梢有一抹鲜红如血的 莲形印记 一对眼眸 则深沉淡漠 弥漫着厚重的岁月气息 当他从庙宇大门走出那一瞬 天地骤然轰鸣 浮现出一片周天规则力量 莫容山倒吸凉气 神心皆颤 这白衣男子举手投足之间 带给他近乎窒息的压迫感 就如目睹一位真神灵士 我并非是图外出 只打算在附近散散步 无需阻挠 白衣男子抬眼看向天穷 绣袍衣服 顿时 原本动荡轰鸣的天地 悄然归于寂静 那浮现出的周天规则力量 也随之消弭 拂袖之间 乾坤易改 换了人间 莫容山这等界王境存在 都不禁脑袋发芒 这就是执戒者的威能 这玄黄星界的水也太深了 当初前来时 他们这些界王 都是玄黄星界为废墟旧土 完全瞧不上此界修士 视之如土著 可现在 莫容山才意识到 这玄黄星界的底蕴 远比他们这些界王想象中可怕 去之 这还只是闲云禁区的外围地带 眼前所见 仅仅只是十位之戒者之一 和那等威势 就已强大到无法揣测的地步 轮回 尼切说了听听 白衣男子目光看向莫容山 莫容山那感怠慢 当即把苏裔的事情 河畔拖出 听罢 白衣男子眼眸中泛起一色 似有灿然如燃烧的火苗 在瞳孔深处涌动 这一缕万古以带的气息 真的来了吗 地沉的喃喃声响起 白衣男子那淡漠的脸庞上 竟是浮现一丝恍惚之色 莫容山心中震颤 气急 难道说 对这位执戒者而言 执掌轮回奥秘的人出现 也意味着一种变化出现了 那人如今在何地 白衣男子问道 千流荒原 莫容山飞快回答 白衣男子握了一声 弹了弹手指 漫条死里道 你若敢骗我 我必让你生不如死 我此生 最恨的就是不老实之人 莫容山躯体一将 还不等他说话 白衣男子抓住他的肩膀 一步迈出 哼 虚空震颤 空间之四被一步踏碎 白衣男子和莫容山的身影 凭空消失不见 荣江湖泊之盼 苏义还在静修打坐 孟长云已经把所有战利品 搜集完毕 经过他清典 仅仅是玄黄令就多达三十二块 出此 尚有其他诸多届王静层次的丹药 秘宝 神才 秘书 琳琅满目 都能堆积成小山 仅仅这些修行资源 这若拿去灵宝楼 都能换到上万条星际灵脉 孟长云吞了吞口水 有些眼红 灵宝楼 星空深处公认的天下第一商豪 背景神秘通天 就是那些星空巨头 都喜欢和灵宝楼做交易 原因很简单 灵宝楼的宝物太多了 多到一些顶级势力所需的一些修行资源 都只能从灵宝楼换取 而所谓的星界灵脉 则是诞生于一方星界大道本源中 又被称作大道借经 世界王境修炼必须的修行资源 这等神物也远非寻常的宝药和神才可比 杀人放火金腰带 修桥不露 无石海 果然是人无横才不负 马屋也草不肥 孟长云暗自感慨 这些陨进去外围地带的机缘虽多 可毕竟都太过危险 哪比得上杀人夺宝来得快 而一想到自己一身的宝物 都早已乖乖送给苏毅 孟长云顿时就没心思感慨了 归根到底 自己也是受害者 哼 蒙地 机缘主天地乱颤 空间暴明 孟长云取体一将 豁然抬头望去 正次打坐的苏毅悄然睁开眼睛 就见远处虚空中 两道身影凭空浮现而出 赫然正是那只戒者白衣男子 以及莫容山 莫老怪 孟长云一眼认出莫容山 不由惊诧 这家伙来得好快 而苏毅目光则看向了白衣男子 此人很强 一身戚戚与天地契合 竟隐隐与周天规则力量产生沟通 让他一身的威势 也如若大到苍天般强横 孟长云 你这老东西没死 其他人呢 莫容山也看到了孟长云 不由惊疑出声 白衣男子眉头微皱 随手一拍 啪 莫容山挨了一巴掌 躯体狠狠到飞出去 狼狈地跌落在远处的大地上 没眼力 白衣男子鱼气淡漠 莫容山色变 尽若寒蝉 再不敢乱语 这 孟长云惊悚 汗毛倒数 那白衣男子宛如一尊神奇 一举一动 尽显无上威势 不经意一计而已 如浮苍蝇似的 把莫容山这等剑王牌飞出去 天地压抑 四季无声 白衣男子眼眸深沉平静 弥漫着厚重的岁月气息 他扫了一眼梦长云 后者惊得肝胆欲裂 整个人快要瘫痪 他也是界王 和面对那白衣男子 竟有渺小如蝼蚁般的无力之感 还好 紧紧刹那间 白衣男子的目光就挪移 看向了荣江湖泊之侧的苏义 这一瞬 苏义也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压力 那种压力是若一片万古苍天压迫而至 让人的神魂和心境都遭受到莫大的震慑 所以眉头微挑 这家伙 很嚣张吗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1187章 玄虚之威 苏义一眼看出 这白衣男子的卫视 沟通了这片天地的周天规则力量 故而 才给人一种大到苍天般的压迫感 而这让苏义意识到 眼前这白衣男子 是个执戒者 因为在仙允禁区外围地带 只有执戒者能够动用周天规则之力 有事 苏义语气淡漠 他运转轮回奥义 悄然间就将那扑面而来的威压化解 这让白衣男子亚然 不由多看了苏义一眼 玄疾 语气淡漠道 我是一位执戒者 你可以称呼我山宁 此来找你 只为一件事 希望你主动把轮回奥秘城上来 如此便可得到我的认可 执戒者 孟长云倒吸凉气 脸色大变 万没想到 一位镇首先允禁区外围地带的执戒者 竟会破坏规矩 与图谋试戒者身上的轮回之密 须知 但凡成为试戒者之人 就等于通过了 先允禁区周天规则的选拔 按照规矩 执戒者不允许对试戒者出手 可现在 那名叫山宁的执戒者 却主动杀上门来 这明显就是不讲规矩了 原来是为了轮回之密而来 苏义自语 玄疾笑了笑 我已搜集到足够的玄黄令 根本无需你的认可 白衣男子神色淡漠 语气慢条斯理 你想多了 在我面前 不拿出轮回之密 搜集到再多的玄黄令也没用 苏义道 不讲规矩 白衣男子沉边泛起一丝激潮的弧度 道 错 我的话就是规矩 孟昌云的心都沉入谷底 他曾见过执戒者和仙子 对方言谈举止戒令人敬重 他本以为其他执戒者也当如此 可现在看来 他想得太简单了 就像这白衣男子山宁 霸道无比 描述规矩 见他规矩 并且还把这种行径 视作他自己的规矩 执戒者都如此 苏义道谈不上太生气 执戒者也是羞逝 既然敢肆意破坏规矩 必然是底气十足 你废话太多了 白衣男子语气冷漠 三个呼吸内 我要你一个明确答复 否则 死 气氛骤然紧绷 压抑地让人喘不过起来 孟长云暗叹 在执戒者面前 强大如贯主 怕也只能低头 远处 莫容山内心群莫名 一阵畅快 贯主的转世之身又如何 终究修为太帝 在执戒者面前 屁也不是 莫容山甚至巴布的苏义拒绝 然后被杀死 这样的话 不只能铲出一个大敌 还能得到执戒者的认可 可为一举双得 死 苏义不禁笑起来 道 也罢 就让我看看 你的规矩够不够大 哼 他一身气急轰鸣 剑意冲销 身影后方映现出六道轮回的幽暗光幕 这天逼日 眨眼间而已 苏义四变了一个人 只死亘古主宰 执掌轮回 演化六道 那幽暗神秘的气息 令天地结颤 果然是轮回 白衣男子 牟子身处蹦射出骇人的神王 似是很激动 他直接出手 一迫不及待 擒杀对手 剥夺轮回 咔嚓 天雄想起暴明 一道周天 规则力量垂落 化作一杆缭绕着混沌气息的战矛 狠狠劈向苏义 时空兜思被劈开 天地如画布斑裂开笔直的缝隙 一息之下 直死来自上苍的审判之毛临时 那等未能 惊得梦掌云亡魂大帽 第一时间朝远处逃去 面对这一击 苏义强然拔剑 当空斩去 哼 剑气和战矛碰撞 那片天地崩坏 狂暴的法则力量迸发 十方山河街距离摇晃 整个千流荒原地带 到处呈浸出动荡毁灭的气息 眼下弥漫中 苏义的身影狠狠倒是出去 足足在摆帐之外 才堪堪站稳 看似狼狈 和那来自支戒指的一击 却被他硬生生挡住 孟长云和莫容山街瞠目结舌 差点不敢相信眼镜 他们皆是同寿敬中西界王 扪心自论 换作是他们 注定早已被这一击轻松轰杀 根本没有任何一线存活的希望 可贯主的转世之身 没有闪避 没有退缩 直接已见到支离硬汉 挡住了这一击 这无疑太震撼人心 这就是轮回的力量啊 白衣男子眼神狂热 他整个人呈现出一种亢奋癫狂式的喜悦神色 这家伙自身的道行 才不过同寿敬中西 和借用这片天地的周天规则后 却变得极端强大 苏以谋光闪动 若是硬拼 等于是在和这片天地的周天规则对战 说微不至 看来 得先展出他和周天规则之间的联系才行 想到这 苏以心中一动 哼 同一时间 白衣男子张旨一抓 一片周天规则凝聚 化作一柄战刀 纵身朝苏以杀来 威势之上 只死这片天地的主宰出手 大战爆发 几个眨眼而已 苏以和白衣男子交手上百次 杀得这片天地陷入崩坏 神回蹦见 纵使苏以全力运转轮回奥义 也仅仅只能抵挡住对方的攻势 并且不止一次地被击退 显得一场狼狈 这就等于在和周天规则厮杀 在和仙允禁区的上舱对抗 焉可能获胜 孟长云交集 替苏以担忧起来 陈王止寒 他很怀疑 只借着破坏规矩灭杀苏以之后 也把他给灭口 这并非不可能 你不行 轮回奥义掌控在你手中 简直就是暴殿天物 白衣男子摇头 梅梢间尽是轻蔑 他出手霸道 步步紧逼 根本不给苏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你倒横在借王静藏刺 且还利用周天规则出手 公平嘛 亏你还是直戒者 简直就是个丢人现眼的败类 有胆可敢和贯主大人公平一战 孟长云忍不住大叫 他的确很害怕 但跟害怕苏以遭难之后 他也被灭口 所以 这一刻根本顾不得什么恐惧 豁出去似的泼口大骂 白衣男子吃得笑起来 生死对决时 谁管你什么境界 谁管你是否借用外力 还在我面前谈公平 行啊 待会我让你跪着跟我讲一讲 什么叫公平 梦长云色变 而此时 就见苏以汉守道 你说得对 他身影莫得凌空一闪 枪 一道剑阴炸响 激荡九天 肉眼可见 三寸天心之上 有一抹神秘的剑意涌现 如若破晓晨曦般耀眼 似九天银河般浩瀚 如网荒混沌般原始 而其色则啊 就如初春时节天穷深处的一抹青色 剔透空灵 悬而又悬 大道奥义 悬须 一种传承自命运长河之上 比之轮回熬以更为晦涩神秘的大道法则 随着苏以这一剑扬起 天地骤然间陷入一种诡异的死迹氛围 断块般的虚空 悄然静止 动荡摇晃的天地 被一抹玄妙的青色光影覆盖 而当这一剑斩下 那一支由白衣男子掌控的周天规则力量 刹那间被碾碎一空 哼 白衣男子手中的战刀都寸寸崩裂 化作溃散的周天规则烟灭 这一刹 白衣男子和周天规则之间的联系 被苏以一镜斩断 哼 原本寂静的天地 骤然轰震 满天渐气 肆虐如风暴 白衣男子原本淡漠冷酷的脸庞 骤然变色 满脸都写着难以置信 斩断周天规则 这是何等大的奥义 难道比轮回还要更强大 白衣男子镇守此地无数岁月 可还是头一次剑道 这世间还有能够斩断此地周天规则的力量 这让他哪还能淡定 刷 苏以从远处杀来 视若神红 快似挪移 三寸天心上的玄虚 奥义悄然消失 由轮回奥义取而代之 一剑斩下六道轮回的虚影浮沉 剑意游暗 似要将这天地万象打入轮回 白衣男子顾不得他想 全力应汉 嗯 下一刻啊 他身影被劈飞出去 一道血淋淋的剑寒 出现在其胸口 染红白衣 白衣男子惊怒 试托再度借用周天规则 可苏以怎会给他机会 不等白衣男子站稳 便挥剑杀来 噗 白衣男子一条胳膊都被斩落 血洒如瀑 他脸色煞白 意识到不妙 毕声道 我是直戒者 你 怕 话没说完 他被一剑砸在脸上 口鼻喷血 牙齿飞落树壳 整个人爹飞出去 混账 白衣男子脸庞红肿如猪头 彻底发狂 蒙得祭出一口秀气斑驳的血色铜印 哄 铜印鸿鸣冲销 血光流转 映现出无数神秘古老的神魔秘文 气息之恐怖 轻易碾碎长空 可在苏以的轮回见义之下 这一枚血色铜印的威能 在眨眼间就被硬生生磨灭 光泽暗淡 到最后 这血色铜印都被斩飞出去 表面出现一道触目惊心的裂痕 扑 白衣男子遭受反噬 大口可血 他腹伤已经很严重 处境堪忧 尤为要命的是 他每次正欲和周天规则进行沟通 就被苏以强势打断 以至于此刻 仅凭他那同寿镜的倒行 完全被苏以杀得 几无招架之力 哼 又是一记沉稳响声 天地都随之乱颤 在苏以剑气阵杀之下 白衣男子身影如陨石般 狠狠砸在大地上 砸出一个巨坑 实现飞剑 再看白衣男子 浑身骨斗都不知断裂多少根 躯体残破 血肉模糊 惨不忍睹 和之前那宛如猪仔般的模样相比 判若两人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小锦鱼 演播摩仙摩逆 第一千一百八十八章 吹一辈子 冠主大人这是被神明附体了 孟长云倒吸凉气 震撼到快猛掉 一切转变太快 之前那只戒者还神力如天 仿似周仔 可转眼间 没有了周天规则帮助之后 直接被打落凡尘 被苏以顽虐 怎会这样 莫容山则急眼了 他还想着苏以被杀之后 让他一举双得 和谁曾想 直接者眨眼间就被虐了 大人 您的只冷起来啊 莫容山交集大叫 他妈的 这个老狗真该杀 孟长云暗自磨牙 莫容山把直接者引来不说 还在此刻给直接者助威 这若真让直接者赢了 他孟长云呢 还有活路 他悄然行动 决定阻挡在前路 防止莫容山这老狗逃走 出此 孟长云也担心 万一 莫容山逃走 把今天的事情泄露出去 那自己投靠苏以的事情 势必瞒不住 注定会被许多星空巨头 视作叛贼 所以 莫容山必须死 白衣男子 白衣男子支撑不起来了 他还未占起身体 就被苏伊一脚踩在身上 眼前发黑 差点直接疼死过去 赏嘛 苏伊服侍着此人 之前 他就已拥有灭杀此人的机会 只不过是为了出口恶气 不曾直接下死手罢了 白衣男子剧烈咳嗽 唇脚鲜血流淌 他眼神森然 咬牙道 我是执戒者 你杀了我 必会成为整个万道母的的公敌 如此一来 你不止无法进入原始密的闯关 获得太古最初十的这强造化 还将为此丧命 这样的代价 你承受得起吗 苏伊笑了笑 道 执戒者 执守戒律 仪归行事 可你呢 却为了一己之私欲 见他规矩 难道不该死 白衣男子吃得笑起来 道 在这仙陨禁区 我是执戒者 执掌规矩 我说什么 就是什么 听闻你前世 也是一味了不得的存在 难道连这点常识都不懂 苏伊摇头道 我就是太清楚了 才会对你的做法很失望 他抬眼看了看天穷 道 你可以随意杀人 别人却不能杀你 这是哪门子狗屁规矩 若杀了你 会称为公敌 那我不介意给这仙陨禁区 重新立一个规矩 一个属于我苏玄军的规矩 声音还在响起 苏伊手起剑落 将脚下的直戒者 山宁斩杀当场 临死 山宁瞪大眼睛 似无法想象 这事上真会有人敢杀他 或者说 他想不明白 明明后果如此严重 还会有人敢这么做 有时候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是莽夫 但有时候 是敢冒天下之大部位 敢为天下先的英豪 对苏伊而言 杀一个直戒者 真谈不上什么 老狗 你还想逃 休想 远处 响起孟长云的大喝声 苏伊抬眼望去 就见孟长云里 在远处虚空 横挡在了那莫荣山的前路上 莫荣山大吉 直接出手拼命 两位原本是同一个阵营的戒王 却在此刻厮杀起来 看似滑稽 实则他们彼此的立场 早已视同水火 毕竟 一个知浅之池 只借着山宁 一个和苏伊立在一个阵地 不打起来才怪 这老家伙 倒是还会锦上天花嘛 苏伊审笑 锦上天花意 雪中送他难 不过 锦上天花也比背后筒刀子强 苏伊私存时 已走了过去 正字和孟长云激战的 莫荣山顿时慌了 大叫道 灌主大人 我也可以叛变 可以为您笑全马之劳 孟长云恶狠狠 呸了一声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想为灌主大人笑命 想得美 你梦老贼能行 为何我不行 莫荣山明显急眼了 和苏伊没打坐放过他 静止上前 将此人灭杀 孟长云如是正负 莫荣山一死 除了眼前的灌主大人之外 就在没人知道 他今日的所作所为 自然也不必担心以后 再被人视作叛徒进行精算 旋即 孟长云面露羞愧之色 朝苏伊深深一鞠躬 诚狂诚恐道 小老惭愧 未能亲自首任此聊 反倒劳驾大人出马 着实让小老心中不安 一味解王静存在 却溜须拍马到这等地步 让苏伊都不禁对孟长云刮目相看 这老东西可真是个极品 去收拾战利品 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苏伊吩咐道 他低头看向手中的三寸天心 踢透空灵的剑身 浮现丝丝缕缕的力痕 这是在之前大战时 强行动用玄虚大道的结果 这等大道力量太过恐怖 三寸天心虽是先天神物 可毕竟只是黄境层次的宝物 在承受玄虚大道的力量时 已经有些利有不但 这也让他一阵心疼 还好 这次搜集到足够多的剑王旗神料 等以后找个机会 好好把三寸天心重新淬炼一番 苏伊按道 这把剑是他身为玄军建筑士最得意的配剑 意义远超寻常 若非不得已 他绝不会舍弃不用 很快 梦长云搜集完战利品 从远处走过来 大人 那只戒者的身上 除了一块令牌和铜印之外 竟别无他物 简直就如一个穷鬼一般 梦长云说着 把一块令牌和一块血色铜印撑上去 令牌四四方方 巴掌大小 由一种奇异的混沌灵域炼制而成 正面捐刻直接二字 反面则刻画着一道神秘的禁制密文 此物不简单 苏伊眉头微挑 一眼看出 这令牌的材质很特殊 竟运生着一抹周天规则气息 而那刻画在反面的一道禁制密文 形似一个古老原始的仙子 弥散着禁忌般的神韵 正是这一道禁制密文 让苏伊打消了用神念进行感应的念头 因为这禁制密文有问题 疑似是一种类似枷锁的力量 一旦碰触 就会受到这禁制密文的枷锁和约束 只借着啊 当一归形式 而之前那个名叫山宁的家伙 应当就是凭借这块令牌的力量 才借用到了这些允禁区的周天规则 苏伊暗道 等以后打探清楚这种令牌的来历 再挖掘其中的秘密也不迟 他手起令牌 又看了一眼那块血色铜印 慈宝同样属于山宁 算得上一件顶尖的剑王级古堡 可在之前的战斗中 慈宝已被轮回建议磨灭了威能 破损严重 没多少价值 大人 这是从莫荣山你老狗身上搜集到的战利品 孟长云又呈上来一个储物宝贝 苏伊看也不看 就收了起来 道 你可以走了 事实上 他也已打算离开此地 骑成前往黑血废墟 那个 孟长云结结巴巴地开口 四汗忐忑 可最终一咬牙 道 大人 小老能否跟您一起同行 说着 他扑通跪在那 低着头颅 小老对天发誓 愿惜心革面 痛改前非 愿为大人安前马后 出生入死 一字字 置地有生 苏伊一正 淡淡道 说出你的真实想法 孟长云低声道 小老怕死 担心被其他职借着报复 稀计得到大人的庇护 顿了顿 他继续道 除此 小老对大人心怀愁怒 不求飞黄腾达 但求能够和大人结下一线善缘 苏伊一声审笑 道 你怕死 我信 和你所谓的善缘 说的可就太假了 孟长云善善 尴尬道 大人慧眼如炬 在小老看来 假以时日 大人之道行 定会远朝前世 威灵星空诸天 而所谓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小老的却有心想当大人身边的鸡犬 他把真实的想法彻底说出来了 玄疾 他肃然道 不过大人放心 小老既决意跟随大人身边效命 自然以做好为大人赴死的准备 并且愿意立下大道誓约 以证明小老之心诚 大道誓约就不必了 苏伊淡然道 我对你也谈不上多少信任 孟长云愣住 神色变得黯然下去 底声道 小老明白 以大人之眼界和身份 如小老这般角色 的确远不够资格为您效力 一位界王 却一副黯然神伤 唯唯知己的姿态 这一幕若被人看到 怕非惊掉不知多少眼珠 可孟长云却感觉很正常 因为面前这位 是贯主的转世之身 前世曾纵横星空各界 如若天上仙 傲绝人世间 在其面前 界王竟也都俯首天儿 毕恭毕敬 那些星空巨头 都得脸眉低目 而苏义也没感觉什么 不会因为孟长云 那卑微的姿态而惊诧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姑且留你在身边做事 至于以后 再说吧 苏义随口撂下这句话 便覆手于背 朝远处行去 啊啊 贵妇在地的孟长云愣住 似不敢相信耳朵 旋即 他激动的老脸发光 与无人自道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呜呜呜呜 太好了 我孟长云此生此事 当属此时此刻最高兴 最痛快 天地可见 日月可表 这件事 我的娘可以吹一辈子 这位同寿境界王 都有喜极而弃之感 远处 所以啼笑皆非 甚至有些无语 这老家伙 至于吗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旋循系列 外围地带 一座黑雾缭绕的山谷深处 有人杀了山宁湿地 一道冰冷的声音 一字一顿响起 哄 黑雾翻腾 雷霆汹涌 炫亮的金色电弧闪动 这片峡谷都猛地 剧烈震颤起来 仔细看 峡谷深处 有着一座古老的道场 道场中央 一个赤裸上半身的 精手男子 盘膝而坐 他肌肤成骨铜色 长发潦草 浑身被一道道黑色锁链捆腹 指死一个兽形的囚徒 和此时 他泛着血色的毛子 泛着骇人的杀鸡 周身覆盖的密密麻麻的 黑色锁链都剧烈震颤起来 自太古最初至今的岁月中 从没有人敢对我们 直戒着不敬 可如今 却有狂徒杀害山宁师弟 其心当诛 其罪当死 哼 哼 哼 爆鸣声轰然响彻 覆盖在精手男子身上的 黑色锁链一节节炸开 刹那间 一股滔天的力气 从精手男子身上涌现 罐中云霄 惊动十方风云 直死更古识的魔神 在此刻挣脱枷锁 重现世间 精手男子掌身而起 右臂探出 朝天穷一抓 哗啦 一团周天规则力量凝聚 在他掌指间化作一道光幕 光幕内 映现出苏裔一角 踩在山宁身上 将山宁一剑斩杀的一幕画面 当看到这一幕 精手男子如受到莫大刺激 眼睛充斥血色 浑身古冬色肌肤一块块奔张 浮现出神秘的神魔血纹 不管你是谁 不管什么缘由 我会摘了你的手机 剥离你的神魂 一点点把你折磨至死 精手男子声音低沉 直似魔神的低语 偷发出彻骨的恨意 维恒兄 山谷入口 呼地凭空出现一个身着阑珊 背负一块青铜宝镜的男子 他身影一个闪烁 就出现在精手男子身前 道 据我看到的画面 应该是山宁先破坏规矩 主动对试炼者出手 这已违逆了 仙允禁区第一戒律 刷 被称作为恒的精手男子 谋光如刃 扫在那阑珊男子身上 警方 我山宁师弟死了 你还跟我谈规矩 声音森然 威势破人 被称作警风的阑珊男子 脸色微变 低声道 我这次也正是为此事而来 那就无需废话 跟我走 去杀人 维恒冷冷撂下这句话 大步而去 警风一声苦笑 男男道 当年 被选为之戒指之前 我们五人就已一劫进来 历时此生当同生共死 同进同退 我警方 焉可能在此时退缩 他深呼吸一口气 大步追了上去 路上 维恒大哥 一个骨骼粗大 面容粗犷的威猛男子凭空出现 他肩膀处 扛着一柄杖曲长的青铜棍 浑身尽是霸裂射人的凶利气息 蒙战 直戒者之一 我此次违逆第一戒律 只为替山宁报仇 你可愿意一起去 维恒某子如电 看向蒙战 蒙战声音铿腔道 我已得知山宁的死讯 此来正是要和大哥一起杀敌 好 维恒没有多说什么 都是过命交情的兄弟 也无需多说什么 我们先去千流荒原 只需抵达山宁陨落的地方 我便可捕捉到仇敌的气息 将其揪出来 警方飞快说道 走 三位直戒者身影凭空一闪 就消失不见 千流荒原 荣江湖泊之盘 一个身着灰袍 手握一柄竹杖的老者 正在一处坑洞前打亮什么 苍老的脸庞上 尽是阴沉之色 搜搜搜 空间波动 维恒等人的身影凭空出现 我就知道 老黄你不会不来 当看到那手握竹杖的灰袍老者 维恒那冷峻的脸庞上 破颠荒地浮现出一抹欣慰 黄三甲 直戒者之一 灰袍老者抬手指着自己胸口 道 山宁死了 我若不帮他报仇 这辈子会心中不安 维恒道 可不捉到对手的气息 灰袍老者道 还要等一等 山宁的躯体和神魂 皆被一种霸道无比的禁忌力量毁掉 连灰镜都不曾留下 我之前曾推演过 对手所动用的力量 疑似是 轮回 轮回 维恒 景峰 蒙战三人皆吃惊 似难以置信 若真如此 我大概明白 山宁为何会忍不住 对一个失恋者出手了 景峰神色复杂 轮回 一种早在太古最初时 就被视作禁忌的至高大道 只有幽冥之地的地府主宰 才有资格掌控 而在他们这些直戒者眼中 轮回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因为在传闻中 唯有像轮回这等禁忌大道 才能让他们这些直接着打碎身上的一层无形禁锢 承获自由 这与我们而言 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 为山宁报仇的同时 若能掌控轮回 维恒谋子终神王胸勇 我们就无需再担心遭受第一戒律的反噬 甚至可以就此打破身上那万古的禁锢 承获自由身 离开仙远禁区这座牢笼 这番话一出 其他直戒者明显也激动起来 当务之急事先锁定对手的下落 深呼吸一口气 警方飞快道 老黄 我来帮你一起施法 捕捉对手的气息 好 黄三甲点了点头 云征侠卫 飞铺流泉 这是一座灵秀的神山之巅 一座古老的殿雨屹立 附近云海翻腾 景色壮丽 若非亲眼所见 恐怕没有人敢相信 这样一座神秀大山 会位于仙允禁区外围地带 这种凶险之地 搜 一个身着盗袍的赤发男子 凭空出现在山巅 来到那座古老殿雨前 盗兄 半个时辰前 第六只借着山宁突遭大难 身允盗销 而今 已为横为首的其他四位职借者 借离开各自镇守之地 汇聚一起 疑似要去为山宁报仇 赤发男子轻声禀报 他荣如青年 赤发如火 面膀白皙英俊 唯有眼眸转动时 泛起厚重的岁月沧桑气息 山宁柔和死的 古老殿雨内 传出一道沉魂的声音 赤发男子飞快道 他擅自离开镇守之地 在迁流荒原深处 被一个名叫苏裔的士领者所杀 原由呢 疑似和轮回熬意有关 轮回 古老大殿内 那沉魂的声音透着吃惊 而后 一个矮小如猪如般的身影 从那古老大殿内走出 他须发雪白 慈眉善目 才只有三尺高 和举手投足之间 却有一股莫大的威严 赤袍男子 瞎意识低下了头颅 不敢去指示对方 怪不得山宁不惜违反第一戒律 诸如老者一声轻叹 道兄 山宁违反戒律在先 被试炼者杀死 也是咎由自取 赤袍男子道 而今 为横等四位之 借着罔顾规矩 欲去为山宁报仇 这已经严正违背了 红天尊当初立下的规矩 你觉得 当如何处置 诸如老者一阵沉默 虚久 他眼神微妙 道 袁牧 我们也是职戒者 被称作袁牧的赤袍男子 正没道 道兄的意思是 诸如老者笑了笑 道 我的意思是 该按规矩办的时候 自当按规矩办 该讲情分的时候 也得讲情分 说着 他折身返回那座古老的殿语 袁牧 这件事若处置得当 与你我而言 当也可称作是一桩天大的好事 不过现在 我们估计再等一等 是跑青年 袁牧神色明孽不定 他隐约猜出了 诸如老者的一些心思 却又不敢妄下定论 情分 规矩 好事 等一等 袁牧陷入 久久的沉默中 黑血废墟 在兽批地图上被标注着活路的一个外围区域 此地天穷覆盖着浓厚如千块的黑云 大地上 到处是倾他的废墟 绵延无尽 废墟中 到处可见早已干涸的黑色血渍 阴雨绵绵 空气中弥漫着压抑人心的阴晦气息 在废墟深处 有着一座残破的道观 道观内 一盏灯笼孤零零挂在那 洒下昏暗的光影 雨水如成串的珠子似的从防颜瓦片上垂落 发出密集的滴答声 一只铜体雪白的仙鹤 坐在道观内一座轻弹的神坎前 他如若人类修饰般 夹缚而坐 羽毛晶莹如玉 深邃的眼眸泛着如梦似幻的道观 若非玄黄星界的周天规矩破损严重 以你的资质和潜力 早在很久以前就能踏足登天之路 先喝开口 声音清脆温和 不过现在也不晚 你已得到我的认可 等你进入原始密的闯关时 足够感悟到最为古老纯正的玄黄混沌力量 如此 正道界王之境也绝非难事 不远处 一席红肠的天妖魔皇丽在那 他心眸发亮 红润的唇边泛起一丝喜色 骑手剑里道 多谢前辈成全 在他进入仙云禁区的第一时间 就被挪移到了这黑血废墟 而后就见到了这位自称职戒者的和仙子大人 获知了何时恋者 原始密的有关的一些秘性 更重要的是 仅仅只是初次见面 聊了一回天而已 他就得到了和仙子的认可 这一切都太顺利了 顺利地让天妖魔皇这等魔道祖师 即人物都不仅有做梦般的不真实感觉 无需谢我 这就是原法 更重要的是 你的潜力和天赋无比惊人 我自不介意帮你一把 让你有机会去原始密地闯一闯 和仙子声音温和 看向天妖魔皇的眼神也带着一丝欣赏 天妖魔皇正要说什么 呼的一阵脚步声从远处 灰暗阴沉的雨幕中传来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魔仙 魔逆 李倩190章 规矩制定者 阴雨绵密 天地灰暗 大人 知戒者和仙子的镇守之地 就位于不远处的那座道观内 孟长云传音道 苏语微微汗手 他能感受到 在那破败道观内 有着一道极为强大的气息 出此 还有一道让苏语感到熟悉的气息 几乎同一时间 一道透着惊喜的声音 从破败道观出传来 苏兄 你总算来了 声音娇润悦耳 苏语抬眼看去 一袭如火红长飘夜 出现在破败道观外 自容惊艳 风华绝代 正是天妖魔皇 苏语笑了笑 镜子走过去 孟长云连忙紧随其后 苏兄 这位使天妖魔皇 注意到了孟长云 不由吃惊 这竟是一味剑王静存在 不等苏语开口 孟长云连忙上前 笑着剑里道 小老名唤孟长云 长蒙苏大人垂青 留小老在身边笑命 天妖魔皇恶然 一味剑王静 呼从 便在此时 和仙子的声音 从破败道观内传出 天妖 带他们二人进来吧 天妖魔皇心中一领 正欲传音给苏语介绍 和仙子的身份 苏语笑着微微摇头 传音道 我都已了然 说着 已迈不走近道观 天妖大人 您先请 孟长云笑着相让 那恭敬的仪态 让天妖魔皇婆 有些不适应 一味剑王静存在 怎会如此谄媚 看来 千兰仙允进去后 在苏兄身上发生了许多事情 天妖魔皇 撕存着 已走进那座道观 道观内 和仙子家父二座 毛雨雪白晶莹 眼眸深邃 泛着点点神光 当看到走进来的苏语 他呼得起身 眼眸泛起灵异式的金色道光 上下打量苏语 苏语也在打量这位执戒者 同寿静出息修为 比之那个名叫山宁的执戒者 要稍勋一筹 可这仙鹤的气息 却无比精春雄厚 透着一股神圣空灵的气韵 显得很不寻常 你杀了一位执戒者 和仙子冷不丁出生 眼眸骤然间变得冰冷无比 浑身那圣洁的气息 随之变得淋漓恐怖 轰隆 道观外 厚重的黑云巨阵 电闪雷鸣 绵绵的雨势 骤然变得狂暴起来 滂沱如瓢泊 天妖魔皇和孟长云 齐齐一惊 躯体发僵 却见苏语淡然道 不错 他倒没想到 才刚见面而已 就为何仙子识破了此事 为何 和仙子问道 他看出苏语这个悬河 竟年轻人似有恃无恐 显得无比淡定 俗以目光一批梦长云 梦长云当时心领神会 当即站出来 他整了整衣冠 而后面露愤慨之色 咬牙切齿说道 前辈 您有所不知 前不久时候 一个名叫山宁的直戒着 简直丧心病狂 他一份点音 口若悬河 在阐述原因的同时 还表达出无比的愤慨 天妖魔皇都不禁动怒 道 直戒者竟然对试炼者出手 简直太卑鄙 和仙子听完 沉默了许久 问道 山宁为何要这么做 啊 梦长云目光看向了苏语 这其中的缘由 他可不敢妄自泄露 却见苏语不以为一道 轮回 轮回 和仙子吃了一惊 眼眸变换不定 须久 他轻语道 若真如此 倒是可以理解了 梦长云内心暗松一口气 随上子骂骂咧咧到 那神宁死的时候 物子还威胁我家大人 严称若杀了他 就会成为万道母的的公敌 还说我家大人将因此而遭难 听听 这是人说的话吗 和仙子轻叹 道 他的话虽刺耳 可 也并非只是恫吓 孟长云眼皮一跳 难以置信道 前辈 您的意思是 我家大人真的会因此受到报复 天妖魔皇也露出忧色 和仙子略一沉默 道 不错 梦长云云心中咯噔一声 正要说什么 天妖魔皇也抢仙道 前辈不是说只借着若破坏规矩 会遭受到严酷的惩处吗 和仙子轻声一叹 道 若只借着已不顾这些惩罚时 规矩也就在难约束到他们 说到这 他目光看向苏义 道 听我一句劝 你现在若离开仙允禁区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否则 我也无法给予你庇护 苏义却摇头道 道友 你多虑了 我此来 可不是为了找你主持公道 也并非为了得到你的庇护 和仙子一问 道 那你此来要做什么 苏义笑了笑 道 第一 我和天妖道友约定在此会合 一起前往仙允禁区深处 听到这 天妖魔 黄不由争大心谋 内心翻腾 这家伙 都已惹上弥天大祸了 内心竟还牵挂着自己 苏义自顾自道 第二 想借此机会 跟道友请教一些事情 就是不知道 道友是否愿意赐教 和仙子深深看了苏义一眼 道 你确定不怕被报复 苏义淡淡道 我若怕死 就不会是那个山宁 和仙子轻声一叹 道 你们随意坐吧 说着 他自己以席地而坐 苏义拎出了藤椅 坐在其中 天妖魔黄河 孟长云则立在苏义一侧 道观外 阴雨绵绵 天地昏暗 道观内 苏义则开始请教一些问题 虽然同为执戒者 但和仙子的确河山宁不一样 他并未藏椅 为苏义解惑 很快 苏义就了解到一些真相 第一 仙允禁区的规矩 是由太古最初时候 一个被尊称为 红天尊的神话人物所制定 和仙子并未多谈 红天尊的来历和的恒 只说在太古最初时候 红天尊是玄黄星际 一位主宰般的人物 仅仅这样的描述 就让苏义意识到 这位红天尊是何等了不得的存在 第二 执戒者的责任 便是各守规矩 镇守仙允禁区外围地带 借引前来仙允禁区闯荡的试炼者 凡能够得到执戒者认可者 可前往位于仙允禁区 深处的原始密地进行闯关 闯关成功者 可获得来自太古最初 十的志强传承力量 谈到这一点 和仙子并未多解释 他只说在很久以前 红天尊为了让太古最初十的 珠般大道传承岩村下去 从而在原始密的内部 设了一些关卡 只为悬拔出有缘人 达到辛火相传的目的 在过往那漫长的岁月中 前来仙允禁区闯荡的强者 虽数不胜数 可至今还不曾有人 真正闯关成功 第三 镇守在仙允禁区外围地带的 十位之戒者 且各自拥有一块吃戒令牌 这种令牌 是由红天尊亲手炼制 凭此令牌 可让之戒者 动用仙允禁区的周天规则力量 可让之戒者 拥有近乎不朽的寿命 可同样的 也会让之戒者 遭受一种无法摆脱的约束 此生此世 只能镇守于仙允禁区外围地带 再无法重返人世间 出此 一旦执戒者 为逆红天尊制定的戒律 就会遭受严惩 当听到这 苏义不禁道 删明违反规矩 为何不曾遭受惩处 和仙子道 这需要执行者出手 苏义一正 执掌刑罚之人 不错 和仙子道 在仙允禁区 执行者共有六人 古来至今的岁月中 执行者一直隐匿于 原始密的的幽暗中 他们的职责有两个 其一 裁决违反规矩的执戒者 其二 灭杀一切破坏 原始密的秩序的危险人物 苏义眉头微挑 这仙允禁区果然不简单 外围地带有执戒者坐镇 而在原始密的内 则有执行者镇守 无疑 执行者的道行 要远比执戒者更强大 前辈既然如此 为何山宁违反规矩后 不曾见到执行者出手 天妖魔皇忍不住问道 和仙子道 在我们十个执戒者中 唯有第一执戒者望天走 才能够和执行者沟通 轻动执行者出手 所以眉头一皱 意识到问题所在 道 也就是说 是否惩罚那些违反规矩的执戒者 那个第一执戒者的态度很重要 和仙子点了点头 道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望天走断不敢违反规矩 只要他了解到此事 注定不会袖手旁观 天妖魔皇和孟长云杰松了口气 如此 自然最好 苏义随口道 那我就看看 接下来是否还有执戒者前来送死 如此 也可以推断出 那第一执戒者的态度 他从不会把化解危险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 更别说 之前山宁违反规矩出手时 那第一执戒者并未第一时间前来阻止 诚然 他或许不清楚山宁敢违反规矩 但接下来 若还有执戒者出现 要为山宁报仇 那么就足以证明 第一执戒者的态度有问题 和仙子显然也听懂了苏义话忠的意思 不禁笑道 道友 你担心的有些多了 以我对望天守的了解 他若知道有其他执戒者违反规矩 对你出手 定然不会不管 刚说到这 道观外的黑暗天地间 呼得泛起一阵剧烈的空间波动 紧跟着 一道又一道气息恐怖的身影凭空出现 赫然正是围横 警方 黄三甲 蒙战这四位执戒者 当察觉到这一幕 和仙子顿时正著 所以瞥了这只仙鹤一眼 道 你看 这次族族来了四个送死的家伙 和你说的那位第一执戒者 却直至现在也不曾出现 和仙子顿时语色 浑身一阵不自在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